佛法重师智 不重行事 行事是表演给人看 为什么呢 借淫大众 佛法是私道 哪一个老师敢说 我的学问好 道德好 你们要跟我学 在中国自古以来 没人敢讲这个话 那都太狂妄了 太夸张了 越是学问道德高的人 越谦虚 你们都古书 你看孔子都谦虚 你看佛经 释迦摩尼佛都谦虚 见到乞丐 都那么攻攻击你 见到父女 见到小孩 都非常攻击 尊重别人 那这么好的老师 人家不知道 用什么方法介绍呢 我们就用这些形式 介绍 对于老师的赞叹 让大家听了之后感动 有这么好的老师 我们就亲近他 这是一种 招生的手段 行事是这个意思 行事不是自己是一他的 可是你自己没有修的 没有修好 你表演表演的不像 所以现在这个表演的很多 你看一般民众对他 迷信 他表演的不像 真表演像了 感动人了 表演的时候让别人起反感 就是自己甚至没做到 光装这个样子 装不像 这些道理 我们都应该要懂得 谢谢大家